是這樣是不是 是要把它到最完美的 還是是不到最後一刻 那個旋律初步 算是啦 算是 就是因為會很 代表著我這個創作人 為了觀眾喜歡 願意變成任何樣子 我覺得創作人就是很喜歡用音樂 去出發很多自己的情緒 今天的節目呢 要讓大家好好地了解你們兩個人 不為人知的一面 你們準備好了嗎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是不叫Rundown走的 就是你知道一切都是非常的free 但還是會先讓你們宣傳一下 因為畢竟你們都帶了新的作品來到現場 那慧如要不要先講一下 這一次帶來的新的作品 好這一次呢 就是跟瘋子的一起發新的新歌 叫做 Messed Up I wanna mess this day up 但卻讓我彼此受傷 一起想過幸福的模樣 是怎麼走到這下場 I don't wanna miss this day up 剩下自問自責的回答 我哥封著自己把這首歌命名為 就是吵架 情侶吵架之歌 必聽之歌 對 Part 2 因為之前我們也有合作過一首要憑什麼 然後那首歌也是兩個人在那邊一直互嗆 然後互飆高音這樣子 然後一直吵 然後我就想說吵不完 然後到現在 Messed Up 然後我們還在吵 爭吵其實是會一直延續的 只是你是怎麼去平衡自己的情緒 然後怎麼去改變兩個人不同的想法的概念 是這樣子的 就裡面就有探索說 可能有時候 男生會覺得 女生覺得他不成熟 可是他又不輸了 他失望但他不輸了 所以我覺得到頭來可能這首歌要勸大家 就是如果感情慢慢走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其實這就是可能溝通出現問題 對 所以大家就是要多溝通 所以這首歌會有一個結局嗎 就是繼續溝通 還是溝通完成之後是好的結果 還是壞的結果嗎 就要看我們第三部曲 所以還是會繼續延續下去的這個概念 可以加入嗎 我當小三 好啊 你是小王 你想當小三 其實妳跟豐澤認識的時間其實蠻長的對不對 對 真的 那妳有覺得從認識他到後來現在的他 妳覺得有最大的不一樣嗎 有 他一開始是很害羞 那妳呢 妳認識對不對 妳也認識豐澤 然後到現在非常的外放 其實我那時候常常訪問他的時候 我就會說 好了 我覺得差不多了 有點誇張了 他覺得OK 但他現在整個是沒有人控制 一批脫漿的野馬的感覺 沒錯 他現在真的整個就是 對 形象已經有點瘋 沒有啦 其實我也很早之前就認識 認識豐澤嗎 我忘記有一次好像有一次就是 朋友揪好像零酒揪吧 他就是揪羊肉乳 然後那時候第一次吃到豐澤 我就覺得這個很酷 然後藕包好像很重的感覺 對 剛開始認識他 他會 他真的會 後來再一次上他的節目 那時候去上他的咖啡店的時候 就發現就是 哇 整個人大爆發的感覺 對 所以他其實給人家一個很不一樣的魅力 就是從一開始認識 然後到後來真的 他展現的是不同出來 你其實在唱歌這條路上 其實也做過了很多不一樣的作品 包含自己的 或是跟別人合作的 那因為之前有出了一個專輯嘛 對不對 那你到現在其實 這麼多的作品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個是你自己最喜歡的 最有意義的歌是《親愛的你》 因為這首歌其實是寫給我過世的外婆這樣子 我覺得創作人就是很喜歡用音樂去 出發很多自己的情緒 所以這就是歌手其實有很多 想要表達的 但是其實有很多想要表達的過程當中 其實是需要去克服很多 包含可能自己心理的狀態 然後歌聲的狀態 這就是歌手比較辛苦的地方 但是因為兩位其實都算是非常實力堅強的 創作型的歌手 不知道兩位在創作的時候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堅持嗎 我堅持在最後一刻交作品 是這樣是不是 是要把它到最完美的 還是是不到最後一刻那個旋律初步 算是啦 算是 就是因為會很龜毛 就是會具在一些小細節 所以一開始是有先了一個大綱出來了 然後才會開始修細節 還是是在最後一刻的時候 真的在被逼到不行的時候 公司已經拿刀要追你的時候 想說有了 現在我就寫下來 等一等就給你 其實就是一直有 但是就是不願意交出去 因為其實對我來講 把Demo錄下來這個行為 它這首歌就會凝固了 它就再也動不了了 因為好像對我來講 是一種儀式的感覺 所以你創作的時候是有儀式感 對…我會有一些這種小儀式這樣 所以這種儀式是只有在心裡嗎 沒有在動作上面的嗎 沒有一個時間點 或是一定要有一杯咖啡 或是一定要有什麼東西 那個筆記本 這好像算是某種刻板印象 因為現在就是還蠻Digital 就是也是用手機在錄音的嗎 也是用手機在寫在錄音的 那如果手機沒電的話 然後當下又有很多人 那就完了 你去的人就被科技綁架 沒錯但其實… 那如果手機檔案不見了 你是不是會氣哭 就是其實前陣子才發生一次 因為其實我寫的歌我都記得 只要我看到檔名我就會記得 OK 但是我覺得會忘記我寫過這個東西 你也是一閃即逝的那種 就是擋下錄下來 但是等之後再聽的時候 可能又有新的東西 假如說我寫了一首歌叫臭臉 然後我只要看到臭臉這兩個字 我就喔我知道它怎麼唱 它長成這樣子 我知道 對…但是我常常忘記我有寫過這首歌 因為這樣的片段碎片太多了 是 那你也是最後一刻才會教的嗎 我會早做 我現在會學習先把demo先做出來 但我很了解 尤婷剛才說的那個感覺 凝固的感覺 對 然後等腦袋就會有很多編曲的想像 可是這些都會在腦海裡面 那我則是走另外一個路線 我就練就了一雙 可以看透那個daylight的雙眼 好可怕 你不要這樣 11號教是不是 試試看嗎 不不不 所以下個禮拜才需要這樣 我覺得我要教 你知道什麼才是最後的那一刻 其實我有那種直覺 兩位都來宣傳了嗎 剛剛慧如有宣傳了一下 那友婷接下來要宣傳你的專輯對不對 如果你也愛我就好了 如果你也愛我就好了 如果你也愛我 如果你也愛我就好了 如果你也愛我 如果你也愛我就好了 如果你也愛我 如果你也愛我 如果你也愛我就好了 如果你也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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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好了 如果你也愛我 如果你也愛我就好了 你愛我 愛我 愛我 這張專輯在12月1號的時候 已經全面上下了 然後這張專輯在講的是一個關於 認同感的追求 就在講人就是原始 內心裡有某種欲望 渴望被認同 渴望得到愛 這樣子的念頭 然後裡面收入了11首歌 然後分別我自己覺得它是代表11種的認同感 可能從個人的認同到對於情人的認同 或者是性別的認同 或者是文化語的 我想變成各種 然後它這種C種曲風都不太一樣 我覺得孟程中也代表著我這個創作人 為了觀眾喜歡 願意變成任何樣子 OK 就是因為我自己音樂出身的方式是 從一些比較小眾的音樂平台開始起來 所以其實我一直會在獨立和主流之間的一個 飄浮當中 就是可能是比較Indie的獨立樂團 他們會覺得我是一個很主流的歌手 但是主流的圈子又覺得我的東西是比較獨立一點的這樣子 對 所以你覺得你現在已經完全認同了這些事情了嗎 我覺得這樣子就是這張專輯其實孟程中還有一種代謝的效果 就是你在寫完之後 你們都一直代謝給我們對不對 你們這些人是代謝還是排謝 我沒有 我原本就是 其實會想想一講排謝這樣 對啊 我就知道 他剛剛原本要講排謝 我想說 這個Shirosa還好他有換了一個代謝 對 但是就是把這些事情寫出來 對於你們來講也是一個抒發 對 然後跟 分享來了 因為我覺得這個認同的感覺是 不一定是發生在自己身上 因為可能很多人身上也會發生這些事情 然後 大家喜歡這首歌可能也是因為 曾經也發生在我身上 然後跟你們一樣 是不是這樣的概念 操作真的很神奇 然後寫出來也沒有特別想要療癒誰 但總之就可以療癒到別人 對 但總之就有人在聽說 我也是這樣 對 而且不管你寫好的寫壞的 都可以被療癒 對 因為其實有時候你也很喜歡自己沈浸在一種 很down的情緒裡面 就我不想每天都聽正能量的歌 我也很想有時候難過的時候 就讓我好好的難過 對 所以就是 像有點想你寫開心的歌 大家也有 也有 認同感 對 你寫很難過的歌 大家想好好難過一場 大家也會認同這首歌 因為兩位都在創作當歌手 如果真的可以挑戰別人之一 你們會想要挑戰什麼樣 就演藝圈啊 會不會想要去當演員啊 或是當主持人啊 或是當舞台劇的演員也可以 你呢 我覺得主持人是絕對不行 為什麼 主持人真的是 你們兩個剛剛就聊得很開心 我整個人這邊有一條線 你知道嗎 沒有 主持人真的是最辛苦 對 真的 真的是最辛苦的 那其實因為你們兩個的口條都非常好 你知道嗎 其實我前面的訪問其實是非常的鬆散 但看到你們兩個的口條很好 我整個人都坐起來 因為剛剛原本都是這樣 好好聊天聊天 你們兩個口條 我說那我還是認真一點好了 真的是經過大風大浪啊 所以主持不考慮 對 演員呢 演員我蠻想的 而且我喜歡演一些比較偏門的角色 像我自己最夢想演的角色 是那種斯文變態殺人魔 例如說安眠書的 你好黑暗喔 你是不是真的心裡有想過這件事情 或者是那個沉默的羔羊那種 對 很冷的那種 或香水啊 對 其實蠻適合的耶 對啊 因為他那個微笑看起來就想殺人 哈哈哈 慧如呢 我自己啊 我 但我很想當 偶像劇女主角 哈哈哈 其實也偶像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這很失禮 好想給我翻出來什麼意思 哈哈哈 我真的就是很多少女心 我純粹少女心想演 想演偶像劇女主角 然後男子腳是玄冰這樣 類似這樣 OK 但是因為這是一個很 當然說是一個想法 但是真實生活中 你覺得你也是一個這麼浪漫的人 有這麼好笑 沒有我覺得你很敢講耶 你不然呢 我心中對你的尊敬體驗 對 好 所以你們兩個真實的性格 到底是什麼 大家就是覺得我們斯文 或者是好像很乖的感覺 對一個很鄰家大哥哥的那種字 Thank you 但我其實還蠻腹黑的 我實際上蠻喜歡講一些 看一些很地獄的 很地獄的玩意 類似什麼很地獄的 是偏 就是各種 對 好我想知道大概類似像什麼 生死的這種嗎 不是 也有 也有生死 黃色的也有 對 所以是地獄等級的玩笑 是的 就是一集必命的那種態度 但是就只限於跟那種 真的很熟的朋友私底下的時候 才會 才會講 因為我很喜歡看中每次脫口秀 然後他們脫口秀 其實有一種表現方式 就是會把社會議題包裝成玩笑 然後日常的講 那它其實會 默默的發人神思 就是我在練習 其實我還蠻想要講脫口秀的 對 所以未來有機會 想看我會去看 有機會的話 又唱然後又脫口秀 人生很累有沒有 就是要做很多事情 那慧如呢 其實我其實就是一個很放鬆的人 所以你在生活上算是 出線條的女生嗎 對 就是還蠻 就是工作人員會一直提醒我東西 比如說我會 忘記帶 對 忘記帶其他出門 比如說今天有通告要帶其他 我就忘記帶 因為像女藝人最常就是 忘記帶安全褲啊 然後或是 忘記帶高跟鞋啊這種 有啊 這是很正常 在我身上很正常 在妳身上很正常 那未來如果當媽媽的話 也會發生一樣的事情嗎 妳自己覺得 我真的覺得我當媽媽 我真的會 就是 把小孩忘記 真的 把小孩去上學 對 忘記帶小孩沒上車 我常常就是 比如說手機好了 然後可能就是手機 在包包裡 然後我會 欸我的手機呢 我的手機呢 然後大家就會一直找 找到最後 我就說 欸在我包包裡 之後之類的 欸我突然想對他開口來笑 就是你跟朋友說 goodbye 然後你可能離開了之後 我就傳訊給你說 你手機忘在我家了 然後他看到事情之後 他就會衝回來拿 有這麼蠢嗎 應該會衝 感覺他就會 感覺他就會走 我覺得會有衝的動作 可是衝衝衝衝到一半 然後才會想說 這樣 你看 這個是什麼 之類的 真的假的 會 我會這樣 線條有出成這樣 對 因為我覺得可能小時候 書念太久了 因為以前可能 我一輩子唯一 最厲害的事情就是讀書 然後其實生活上面 就是很多東西 然後都不太會處理 或者甚至就是啃媽媽 就是讓我專心讀書 很多東西處理好 然後等到你自己 要工作的時候 你才會發現 其實對 社會不一樣 OK 接下來再 都要開始演唱 然後也要開始發行 對不對 其實有很多的活動 可以跟大家宣傳一下 就是在2021年的時候 我們有 如果你也愛我就好了 專輯發片巡迴 所以時間是1月9號 在台北Lex 1月16號 在台中Lex 1月23號 在高雄Live Warehouse 然後現在高雄跟台中廠 還有少量的票券 大家可以去IndieVox 去買一下這樣子 我這邊呢 當然就是剛剛有 就是大概介紹的 跟豐澤的新歌 Mass Stop 大家可以去Youtube 或者是數位平台收聽 然後還有1月22號 有一個算是FanMeet 對的見面會 在台北樂界均響 對 晚上 兩位歌手其實都非常非常的優秀 然後在他們的音樂作品上面 然後因為剛剛有講說 如果有機會合作的話 其實很多粉絲也都在敲碗 然後希望可以看到你們合作 那下一次訪問你們的時候 希望就有帶著你們兩個 一起的新作品 來到我的節目啦 好好 再次謝謝惠如 也謝謝友情來到我們的明天說聲音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